它是我的家乡 永定南疆村 也被称为红色小盐庵 曾经的南疆村 养在深归人味时 如今更多的新思想 让南疆村与时代同情 依托特色土楼群 新旧融合 创新发展 既保护 又传承土楼文化 沉睡千年的土楼 开始焕发新生 读书不是为了 摆脱贫困的家乡 而是要让家乡不再贫困 在外打拼多年后 我还是决定 回乡投入旅游行业 为家乡尽一份力 我欣喜地看到 越来越多村民 选择留在南疆村 在大山重围的小山村中 向世人述说着 南疆人的心知归处